未來go我們一起看天氣 這幾天天氣真的很好 請大家好好把握聽我的話 聽到的話一定要趕快把厚重 稍微長袖一點秋裝準備一下 家裡面的這個床呢 可以從夏天換成秋天了 請大家先準備一下 因為下禮拜一開始東北風暴到了 北部東半部轉為濕冷的天氣 中南部變化不大 那下禮拜還有一個變數 就是現在關島附近有一個擾洞正在發展 一個低壓在發展 不排除會持續的成長當中 所以下禮拜變數很大 那台灣的天氣真的是很好 吹的東風很難得穩定的好天氣 像是有個高壓在台灣上空盤踞一樣 那低壓在這個地方 這個有可能會變成颱風 在關島附近離台灣東邊2000多公里 那未來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整個中國南方 其實慢慢開始有系統南下 東北風會開始下來 北部跟東半部容易有陣雨 中南部相對的蠻穩定的 那我剛才說的這個低壓就在這個地方 預計呢可能在這個 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就接近台灣附近 那這個時候伴隨了東北風 哇那就比較複雜了 現在呢有的預測很要往南南邊 有的往東邊 所以這個變數都還蠻多的 我們看看就好 但是各位可以看這個預測 你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不用說我也知道 其實這樣的情況呢 等於是從下禮拜 預計大概有10天以上 大概都是容易北東陰沉 偶振雨 至少北東陰沉偶振雨 其他地方也會比較不穩定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的變化 開始進入一個容易有 這種擾動生成的天氣 那以溫度來看的話 這個顏色就是溫度 有沒有看到這個冷空氣呢 會逐步的衝下來 等於是在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個北邊呢都是冷空氣 我們這邊真的很暖很舒服 但是有沒有看到 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就冷空氣衝到北部跟東半部 其他地方也會燒降 但是北部跟東半部會比較明顯 如果這個低壓慢慢開始接近的話 哇那就麻煩了 可能就會天氣變數就會比較多 所以下禮拜呢 到這個下禮拜的假期 恐怕是壓力會蠻大的 所以台灣的天氣呢 這幾天吹了東風 禮拜天好好把握 東半部北部的朋友 曬席一下遺物趕快把握一下 因為禮拜一大降溫 所以禮拜天晚上的工作就是轉換一下 準備好秋裝要出來了 北部跟東半部 中南部很穩定 請大家注意喔 這樣的變化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東半部呢雲量比較多 西半部比較晴朗 所以禮拜天大致上是不錯 東半部有震雨 那禮拜一呢有沒有看到 這個 這個就是典型東北風型的天氣了 宜蘭啊 新北市東北角啊 整個的降雨蠻明顯的 西半部非常的晴朗 禮拜二禮拜三就是東北 典型東北風型的天氣 所以下禮拜天氣兩關 一個是大降溫 第二個呢就是後面的 低壓的接近雨否 所以要注意喔有沒有看到 這兩天溫度很高 接下來這個大變溫 落差蠻大的 這個落差呢基本上會讓人 生病感冒的 北部跟東半部都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降溫很大很大很大 注意年長者的健康 中南部呢沒有像北部變化那麼的大 台中以南大致上降個一兩度左右 32 31度 清晨溫度也略降 沒有像北部那麼有感覺 所以南北的溫差很大 那這兩天呢 禮拜六晚上要注意空氣品質 高頻地區比較差 其他各地晚上真的非常的舒服 很難得非常舒服 明天白天很熱 禮拜天白天很熱 西班部要注意空品的問題 尤其是中午到下午這段時間 大致上各地都非常的晴朗 請大家好好把握 近期南有最溫暖的一天 有一點熱香蝦的一天 趕快多賽習一下衣物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